郭政壇 還有聯查戶旅士 還有高雄機場的市場長 高雄應務官的這個城段長 上官站長 以及各位長官 還有那個機務室的心機科長李科長 還有各位長官 在場的各位同仁 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時間過得很快 我們在101年退休 到現在已經超過了三年 已經有三年了 今天能夠在這個地方 能夠再看到這麼多的退休同仁 這麼多的長官來到這邊 心裡感到非常的興奮 也非常的激動 那今天另外一邊 在這裡的辦公廳社 車子一朝人 再不久的將來 都要拆除一張全部的 我們要拆除的乾乾淨淨 心裡經頭上湧上一股淡淡的哀愁 然後以後 以後 以後 各位同仁 退休同仁 也沒有辦法 再回到這邊來 以後 就能到潮州基地 那當然我們非常感謝陳團長 來辦這個 懷舊迎新這個活動 讓我們這個 最休同仁 來到這邊來 見證這個高雄基地 這個歷史上 最重要的一刻 那當然同時讓我們 各位都能夠在一間奇蹟一堂 在這邊 大家一起對我們這邊的一場一路 做最後的行李 那當然 幾乎段 這區的判遷 是第二次判遷 就有記憶手提 那以前我們政績時代 轉變到裁電機車 才有電器化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車庫就站在這 那一邊的這個 E&U車庫的地方 那時候 車庫狹窄 比較老舊 那當然人 客戶就是電器化以後 就整個計畫在這個地方 就利用來 高雄材料廠的 一個材料光明庫 然後 整個車庫 車庫的後面的 地方有室間室舍 也要一起裁掉 要整個機屋段 牽到這邊來 但是 遺憾 室舍 沒有辦法拆除 所以我們 在這個地方 就很狹窄 很狹窄 所以 人工上班的地方 汽車庫有辦法 有辦法 有那個 車位 沒有 也沒有 休閒測試 對你嚴重的調適 造成 頭不變 那 我99年 以後 又回到我們這個機屋段 那 我在 這個機屋段 跟這個南公處 生產 這一次 因為 潮州基地 就在那個時候 開始 規劃 規劃 以後 要正經地 要搬到那個地方 那 南公處的展覽 就是 有93年底 一季要簽斷 最晚 就是 就是 4月9日 要簽到新的基地 那麼現在 終於 終於 建設完成 明天 就要當 這個 啟行 啟用典禮 當然 這個 新的基地 設施 比現在 這個地方 非常 環散許多 我希望 就是高雄幾乎斷 簽到那個新的地方 新基地 有新的氣象 當然 我們 我在 101年的時候 在 研究共同的 努力之下 獲得這個 金務獎 機物設備 回復類的第一名 我們 學習 高雄金務官 簽到新的基地以後 能夠 繼續奮鬥 繼續努力 能夠再得出 得到最高的 努力 金務獎 今天 在這裡 非常 謝謝 各位 跟各位見面 在這邊 祝福各位 整官 各位 非常同 在乎同仁 公眾 心理 身體健康 引起愉快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